这两天咱们走了北京的忠州县 分两路 但咱们还有一段忠州县没走 还有一段最重要的一段忠州县 就是故宫这段忠州县 这应该说是忠州县里面建筑密度最大 号称忠州县中的忠州县 那么今天咱们走一下故宫的忠州县 现在我们门前这座城门叫五门 五门就是正五的意思 就是正南的意思 你瞧这建筑形式咱们是不是有点熟悉 对 我觉得莱雀 雀啊 很像我们在洛阳应天门 应天门 就像我们站在那个应天门那个广场上 感觉从第一级到现在最后一阵 感觉来了一个很好的呼应 这就是从汉代的那个汉雀 那么引发的历代 就是皇城最重要的建筑上面应用这样的门 这个五门呢是紫禁城的正门 就是进了五门算进去 对 紫禁城 你看前面这么多门 那么再前面就天门了 天门是皇城的门 所以它这个一道一道门其实都有意义 那么这条路就现在 运姐和肖哥走这条路啊 是不同寻堂 这条路过去只有皇帝能走 哎呦 那我是不是 那现在谁都能走了 那我们现在是普京华百姓可以走了 那咱们今天可以从中间走进去 还是有点紧张 对对对 同时有那种仪式感 有一种仪式感 穿过五门就是太和门 前面这广场叫太和门广场 今天的天气营造这个氛围特别好 远处高楼看不见 对 就秤出这个宫殿的这个气势 还有颜色 对 紫禁城分两大部分 就是前朝后起 前清门之前是外朝 是皇帝治国理政的地方 前清门以内皇帝的家的概念 哦 文化这概念在故宫是 它和到极致 嗯 这就是太和门 这个门不同寻常 这个门呢是上早朝的地方 就在太和门 哦 在这门那儿 建文紫禁城最初呢 就是在太和殿上朝 哦 在太和殿上朝 结果第二年 太和殿就烧了 没办法 就改成玉门听政了 就在太和门 到清朝的时候觉得太远 所以他就改了 就改成前清门了 哦 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他们上朝那么多人 不会站错位置吗 哎呀 那可不能站错位置 站错了是不是就麻烦了 那都喜欢在这儿 应该是皇帝没来的时候 先整好队 先排队行肯定是 可惜法案 它那个师父台阶 东圈怎么办 好滑的 慢点走 慢慢走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就是中国最大的 这个是 太和殿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上大朝和重大的庆典 皇帝才来到这个太和殿 简直是震撼 然后这个前面是一个 八米多高的高台 其实从空中看 是一个土字形 上面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 三个大殿 五行中的土是在中间嘛 所以证明我是居天下之中 然后三层的台阶上去以后 就是最高级别的 宫殿建筑了 这是世界最大规模的 木结构建筑群 也是最完整的宫殿建筑群 你看这边有两个小亭子 这边呢就是杜梁恒 那边呢就是纪石 对对对 日轨 这两个在太和殿前 它都是国家统一的象征 这就是我们看的太和殿 里面有72根大柱子 之称的这个沉重的屋顶 这柱子这个树木也有讲究 对 太和殿里面的所有材料呢 都是用的很高的规格 我们再上中和殿看看 中和殿 你看这咱们三大殿在这都能看见了 太和 中和 宝和 这中和殿像个亭子 在这个中间 对 中和殿的作用相当于咱们现在演员演出 舞台的后台一样 真的换衣服的 皇帝要上太和殿 来之前在这休息 就在这对下台本 这叫中和嘛 在这搞心态平和的 再到前面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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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